開始了 有人進來了嗎 進來的人先被嚇一下 有,有一個人進來了 這收音有好嗎 嗨,顏武 我們等人進來一下 今天,那聲音是不是會有點破音 是不是因為我聲音太大聲 可以小聲一點,因為它收音很好 還是我不要用這個 我把它放旁邊一點點 嗨 嗨,我們每一下人進來喔 歡迎大家來到精湛LIFE GO 今天我是一樓MAK的彩妝師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口罩妝 進來的朋友下面幫我指定留言喔 在下面幫我做指定留言 我們現在是幾分,我看一下喔 我們再等30秒 我們再等30秒 進來看的朋友趕快分享喔 下面指定留言 之後會抽美妝蛋 先給大家看一下 美妝蛋 MAK的美妝蛋長得超漂亮的 它有三個面 然後一組會有兩顆 所以下面指定留言喔 幫我做指定留言 好,那我們現在 我看一下,23 今天我們就輕鬆聊聊天畫化妝 輕鬆聊聊天畫化妝 我看一下,26個人 好,那我們開始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精湛一樓MAK彩妝櫃的彩妝師 我叫Josh 對 一樓彩妝櫃的彩妝師我叫Josh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天畫化口罩妝 戴口罩的時候 其實大家最怕的就是 口罩會沾黏 筆妝 然後口罩拿下來之後 鼻子啊,旁邊這邊會很容易脫妝 所以今天啊,就宅在家嘛 教大家怎麼畫化妝 然後我們就聊聊天畫化妝 如果有問題的話 下面都可以直接詢問 然後對產品有什麼問題 怎麼使用啊 或者是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問喔 好啦,那我們現在開始化化妝 基本上呢 其實大家化妝的步驟啊 在還沒戴口罩之前 大家保養 那些其實都會做得很輕 然後其實大家會發現就是 疫情開始之後啊 開始要戴口罩的時候 底妝都非常的容易脫 不管你買了什麼妝前的東西 或者是後面定妝定得多完全 其實口罩戴上去之後 它的熱蒸氣跟口罩摩擦都會非常容易讓底妝脫妝 所以MAC呢,其實它就出了一個非常強的底妝 大家知道MAC出了一個非常強的底妝 其實有些朋友都知道了 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底妝 超瓷裝的水粉餅 這個的話它質地很特別喔 它是奶油奶霜質地的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使用它 等我一下,我上在手背上給大家看 它是奶油奶霜質地的 所以它會很快的貼合肌膚 這個是新科技的東西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親愛的朋友記得在下面幫我指定留言喔 宅家耍美新策略 可以抽美妝蛋 可以抽美妝蛋 好啦,那我們就步驟開始囉 基本上在加化化妝啊 我們去洗完臉之後 MAC會教你的通常第一部 MAC非常好用的東西 活力水噴霧 妝前fix活力水噴霧 這個東西它非常萬用 其實很多人皮膚很容易過敏泛紅 然後沒睡飽浮腫 這裡面它有咖啡英綠茶的成分 它可以幫你做一個打底 然後可以幫你做鎮靜舒緩的作用 所以如果再加化妝第一部啊 你就是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不誇張 我們採妝室教客人都是六到十下在噴 你就是洗完臉之後 不用上化妝水喔 這個可以取在你早上的化妝水 直接這個一次壓到底六到十下喔 然後半個手肘的距離這樣子 直接灑在你的全臉 讓它吸收 然後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然後你看喔 其實我們家的這個噴霧噴頭 你看一噴出來 有沒有 它超細的 畫面擷取得到嗎 應該是擷取不到 它這個噴霧噴出來的話 它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你在你臉上的話 你就是這樣子灑 它可以很均勻的吃到 它可以很均勻的直接就是吸收在你的皮膚上面 均勻的灑在上面 不用碰它 你就讓它自然乾就好了 這個東西啊 妝前妝後都可以做使用 其實很多朋友會問說 欸這不是你們家定妝噴霧嗎 為什麼妝前也可以用 因為它其實裡面添加成分有高寒 維他命C然後乾油 然後還有一些維他命萃取 然後跟咖啡因的成分 所以它妝前的話使用的話可以讓你的皮膚比較柔軟 然後你後面再後續上妝的話 其實也會比較方便喔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妝前 大家在疫情還沒開始之前 妝前一定會上什麼精華 然後早上擦的什麼乳霜 或者是乳液 很多擦超多的 擦超多的 其實你要等它吸收進皮膚 其實要等一段時間之外 它其實還是會讓你的底妝比較有一點點 因為它比較滋潤 所以我們在戴口罩的時候 最怕就是因為你口罩戴著會悶嘛 所以我們妝前很簡單 兩個東西 就兩個東西就可以了 我先給你們介紹我們家 去年就算疫情一整年 我們家依舊賣非常好的 這個是超顯白防曬式底露 超顯白防曬式底露 這個啊 它的SPF是45 然後PA一共有四個加 PA有四個加 就代表它的防曬係數非常高之外 又可以非常的持久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個人喜歡用的妝前 你看 它是這種要流動的質地 水乳液質地的 然後再來的話 你看它擦開來 它是淡淡的玫瑰色 淡淡的玫瑰色 玫瑰色這個的話 它是一個玫瑰裸膠粉體 然後它裡面有結合了 就是抗氧化的 富方科技在裡面 等等我把它抹開來給大家看看 剛剛示範就是 要讓它有流動的效果 我擦掉一些 它這個有一個非常棒的啊 玫瑰粉體啊 它是可以幫我們的皮膚 做立即的去蠟黃 做立即的去蠟黃 來你看 皮膚本來是這樣三八八 然後有點蠟黃的效果 啊 出錢喝 沒關係 然後這邊你看 它是非常透 然後蠟黃立即被拉掉 只有我幫你們看的 但我看不到它的那個光 光澤的反射 光澤的反射 它會讓你的皮膚變得非常的有光澤 非常的有光澤 不好意思我剛出去一下下喔 然後我上在臉上給你們看 這個東西啊 我自己上午用量沒有在省 當然你們自己的用量可以自己抓啦 我自己都是喜歡這樣子 眼下各一條 然後這邊各的條件 戴帽子有點遮住 然後輕輕用畫圓的方式 我另外一邊先不推開喔 我拿個小鏡去看一下 用畫圓的方式 然後順著肌膚的紋理把它推開來 我的肌膚屬於比較會泛紅的 我等等會等泛紅退過去之後 再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顏色 它會很快速把皮膚的蠟黃拉掉 你先看這個光 超級漂亮 這個光 有沒有很漂亮 它就是你肌膚啊 其實你擦完保養品的光澤 都要是長這樣 這就是你擦完保養品的光澤 而妝前的話 你看我剛只是噴個妝前的這個火力水噴霧 殺完這個 這就是你擦了一堆保養品之後 要有的效果 記憶品裡面啊 它先幫你做到皮膚的去蠟黃 你看可以看出來了 紅退之後 皮膚的蠟黃跟暗沉立刻被消掉 然後它抗氧化副方科技啊 它那個科技它可以幫你的皮膚的那個暗沉時間啊 拉到比較長不會暗沉 因為其實女生化妝啊 都超怕皮膚會暗沉的 抗氧化可以讓你的肌膚一整天都是白雪公主 所以外部會泛黃 拒絕當黃臉婆 你看這邊 泛紅退去之後 因為我的臉其實比脖子 我的臉都是比較偏蠟黃的 然後脖子的話我其實是算很白的 所以它這樣子調完之後 臉跟脖子的顏色就有差了 兩個就是直接是連在一起 不會像剛剛啊 就是臉比較蠟黃 好 這個啊 就算你平常不上底妝 其實我們很多客人很喜歡 就是把它當作素顏霜做使用 因為這個你皮膚好的女生 其實上完之後 它有SPF 然後又有PA4個加 其實你平常擦擦這個 皮膚這麼光澤 女生都很喜歡很韓國女生的肌膚 這個在韓國賣要爆掉 你看有夠漂亮的 啊我自己是你看有痘痘 然後又有痘巴 所以我一定要加底妝 啊如果你皮膚很好的女生 這樣子的話其實就很OK了 很漂亮 這樣子有沒有遮光澤 跟大家複習一下 超顯白防曬式底爐 我們又稱玫瑰戀愛濾鏡 這個東西呢擦完之後你看 皮膚就是有差別 就是這麼漂亮 它可以快速幫你做打底之外 可以讓你一整天的底妝不暗沉 再來的話 其實這兩個東西 我覺得看個人去做使用 因為有些人他就會說 我的隔離霜我自己很多還沒用完 但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效果的話 其實我可以建議你這個東西非常好用 然後我自己個人喜歡的話 是這兩個東西都要使用 這個的話是我們家的妝前透亮時裝露 這個裡面的話 因為我肌膚男生嘛 比較屬於油鏡 而且有些戰爭過後的 你看男人的傷疤 有夠好看的沒有啊 亂講的 這個的話呢 帶粉色的珍珠光澤 粉色的珍珠光澤呢 粉色跟我們皮膚的蠟黃 亞洲人最怕的就是蠟黃 其實它是對比色調 對比色調的話 它其實可以很快速的 把你的對比色調的蠟黃拉掉之外 裡面有糖昆布萃取 跟大小麥的萃取 糖昆布萃取可以幫你做肌膚的去油 大小麥的萃取可以幫你做補水 那自己關叫做什麼 去油補水神器 它可以幫你把你臉上的油脂跟水分均勻的分布 我自己個人喜歡叫做調理乳 這個可以幫你做全年的調理 調理完之後你的底妝一整天就會非常的持久 那接下來就是夏天了嗎 不對現在就是夏天了 夏天其實我們最怕就是皮膚出油 然後油水不平衡 對這個的話 我會使用的方式是加強在兩家 去做旋轉的作用 這個的話 它也是會有幫你做毛孔的扶平的效果 T字部位跟兩甲 第一兩側這些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我們把它做加強 然後用打圈的方式把它上上去 然後跟額頭 女生有瀏海的特點跟你講 額頭一定要上 不然瀏海啊 你的妝還在 然後就有瀏海先流掉 直接閉青 有夠尷尬 上完之後 皮膚的打筆基本上就好了 很簡單 就兩個東西 小黑跟小白 我最常講的小黑跟小白 直接兩個東西上完之後 你的底妝就是穩穩的 會呆在臉上 開始亂轉 上完之後 我跟你講 我們剛剛第一個東西又要拿出來 Fix 妝前活力水噴霧 這個東西呢 你要上底妝了嘛 接下來我會直接上底妝囉 再噴三下 在臉上 它可以再幫你再次做一次你的定妝之外 可以幫你做一個滋潤的效果 那我們去上底妝的話就會更快速 然後你的底妝會比較持久 那這個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柔椒水粉餅 這個 柔椒水粉餅 它的盒子呢 非常的漂亮之外 它這個啊 還是一個 我剛剛說的乳霜之地 怕我們後面進來的朋友沒看到 嗯 那個鏡子 我把這起來 這個乳霜之地啊 我們上在手上 它一推開來啊 很綿密 就是奶油霜狀的 會直接化開來 然後它有一個獨家科技 空氣轉換粉體 它會直接變成粉體狀的 我跟你講 我們家出了一個非常厲害的slogan 它比粉底液還要輕盈 比粉餅還要保濕 然後比氣墊還要持久 這樣聽起來就很厲害了吧 對不對 來我們上在臉上看看 這個東西呢 有千百種的上法 因為它上妝非常簡單 它就是初學者也可以做使用的 那大家其實工具如下 大家會有的工具 粉撲 它裡面先附的粉撲 然後刷子 我們家非常有名的170美妝蛋刷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美妝蛋 或者是有些人說我用手可不可以 用手的話上底床當然都是會比較久 就是你需要去推勻 時間會比較久 那這些工具都是非常方便的上妝方式 那我先用裡面附的海綿上妝給你們看 其實你就是沾它的量 先沾 之後先把它抹開來 把它均勻的抹開來 放開來之後 嗯 有點少 然後 先抹開來 眼下 跟兩側這邊比較需要去做遮瑕的抹開來 之後 你把它點開來 直接拍開來 很快喔 它直接拍開來超快的喔 點點點拍拍拍 它的遮瑕度立即就會出來了 我會先 在我的眼下 因為我眼下的那個 黑眼圈 蠻重的 就點點點拍拍拍開來 欸大家有問題可以問喔 啊記得要打那個hashtag 宅家耍美新策略 它是可以抽美妝蛋的喔 不要看大家打 然後你就笨笨都不打 記得進來的朋友要打喔 啊如果喜歡我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幫我分享直播喔 喔我忘了跟你們講我叫josh 邊拍邊告訴你們 來你們看一下 黑眼圈 我薄薄的上一層而已喔 就有差了 那我們來 戰鬥一下 鼻頭這個痘痘 給你們看一下 它剛剛才破掉而已 中間那個我就沒有辦法解救它了 我把旁邊的泛紅 把它壓掉給你們看 它遮瑕度很高喔 中間那個因為還濕濕的 所以你的筆狀一定上不上去 它就在剛剛我要開直播的時候給我破掉 那我覺得天啊 我的人生要毀滅了 這個也沒有啦 好你們看一下 邊邊的泛紅就被遮掉了 只剩中間那一個還在流的液體 有差對不對 眼下就有差了 你用粉布上的話 遮瑕度就會比較高 遮瑕度會比較高 那我們現在換刷子 我們加個美妝蛋刷 然後也是一樣 就沾 先沾取 然後快速的 順著我們的眼下 一條 兩條 三條 眼下的遮瑕度通常都要比較高 所以我第一筆下的都會放在眼下 然後刷子 輕輕點壓的方式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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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乾硬張的方式 哦 跟你們講喔 像水粉餅的小技巧就是 用點的會比你用刷的還要快 用點的比你刷的還要快 你用點的方式啊 它可以快速的幫你做到遮瑕 然後均勻的效果 點點點 像乾硬張喔 超好玩的 欸 用刷子上的超漂亮的耶 超級漂亮 超級漂亮 而且我跟妳講 它上完啊 你看它這個光澤度 它等等過一下啊 它就會變成是有點偏微霧面的 但我現在當光打這麼大齁 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會變霧面的 等等我去正常的光源一下給你們看 然後額頭戳一下 OK 額頭補一點點 補一點點 我用這個小鏡子看就好了 我臉其實很小沒有很大 你看 你看這樣戳完很漂亮 遮瑕度 全部都有了 超漂亮的 我跟你們講我上完底妝的小技巧 這個時候分析給你們 分享給你們 我一定會拿一個乾淨的海綿 你在這個時候就是要戴口罩的時候啊 我跟你講自己步非常的重要 上完底妝之後拿一個乾淨的海綿 或美妝蛋都可以 用乾淨的地方喔 開始把你的底妝全部再壓一次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上的時候啊 會不小心取太多的量 你用乾淨的 可以把你外面那一層你皮膚接受不了的底妝 先吸掉之外 他可以把你已經上上去的底妝 再牢牢的壓在你的皮膚上面 他們親密的結合之後呢 他們就不會離開你 他們會對你不離不棄 而且你的妝感也會再變得更自然 有沒有 剛剛看起來還會有點重 請問小編使用的色號 你是說我使用的色號嗎 我使用的色號呢 是這個系列 來給你們看一下 N18的顏色 看得懂喔 N18的顏色 N18的顏色 通常女生用的顏色 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你皮膚偏自然偏白一點點的話 就是NC15 然後你如果皮膚真的超白 你是白雪公主的話 你可以再往前挑一點點 NC10的顏色 NC10的顏色 但通常基本上 女生的顏色 再亮一點點就是 NC15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 比較流行的妝是比較自然的 自然妝的話 其實用NC15女生的 都會自然再亮一點點 就是非常漂亮的顏色 那因為其實我底色 其實你會發現我其實蠻白的 我是女生裡面 我其實算男生裡面算蠻白的 所以基本上我用的N18的顏色 女生基本上如果你想要自然一點點 用N18的顏色也是 OK 那你想要白一點點就是NC15 OK 你看 壓完之後 很漂亮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自己是大油肌 我跟你講喔 乾肌的女生喔 你可定妝可不定妝 乾肌的女生喔 混合肌的女生呢 來我教你們 可定妝可不定妝 乾肌的女生就是可以不用定 然後油肌的女生呢 或者是混合性的 自己手邊的蜜粉 或者是粉餅都可以 著重上在幾個部位就可以了 鼻子 這一片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戴口罩的時候 講話的時候 最常摩擦的 口罩會這樣擦來擦去的 你就是這樣子 把粉放上去 在這一塊 我們最常被口罩摩擦的地方 尤其是鐵片 最容易碰到的地方喔 要定妝時 這一塊 最多女生最怕就是 你定完妝之後 你口罩講完話之後 那個鐵片啊 你的底妝很牢固 可是刮來刮去刮來刮去 它還是一樣會掉 你就是把鐵片的那地方定妝 然後跟下面這個 會有熱氣碰到的地方定一定 T字的話 這一塊水分病 我是可以說 它是可以不用定的 沒關係 你看它已經開始變霧面了 有發現嗎 不過像剛剛這麼的亮 它已經開始微微變成霧面了 來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我剛剛定完的喔 這是衛生紙 對 這是衛生紙 你看 完全沒顏色 有看到嗎 我壓很大力喔 你們有看到嗎 我很認真的 很大力的壓 超乾淨喔 超級乾淨 所以你這樣子壓 你看 我壓到臉都泛紅了 它還是沒掉 你口罩戴著來 我現在戴口罩給你們看 我們實測 直接實測戴著口罩 天啊 我戴粉紅色一定超適合我 口罩戴著 敲敲打打 嗯 超乾淨 超級乾淨有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你就這樣子畫完 很漂亮 你去你們家樓下全連逛一圈 啊 盡量不要齁 去全連逛一圈 拿下來還是一樣很漂亮 那如果你是有 真的還是要出來上班的朋友啊 你其實這樣子 底妝就會一整天了 底妝就會一整天了 口罩拿下來依舊還是漂亮 那我們上完底妝 其實我就是等等會跟你們講一個就是眼睛比較有神的方式 那我們先來就是 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我們當然有什麼東西 妝前呢 我們會用的這個 Fix活力水噴霧 這個的話 幫你們大家 請問Josh水粉餅有防曬係數嗎 水粉餅沒有防曬係數 所以我們妝前的這一罐呢 放上去之後呢 它其實就已經足夠你一整天的防曬係數了 水粉餅沒有防曬係數哦 齁 來 Fix活力水噴霧 Fix活力水噴霧 它是可以快速的幫肌膚呢 打開第一層 然後幫你揉順皮膚 幫你有鎮定舒緩的效果的 那記得哦 它在你上筆妝的時候 也可以再拿出來噴過一次哦 很棒 然後再來就是 小白 玫瑰乳 這個是超顯白防護式筆乳 SPF是45 PA有四個加 可以幫你高效的防曬之外 然後又可以幫你長時間的做防曬 最主要的是呢 它有柔膠 然後還有玫瑰粉體 他們幫你做去蠟黃的效果 然後持妝活膜科技可以讓你妝 可以更持久 然後再來是小黑 調理爐 我們說的糖昆布萃取跟大小麥的萃取 一個是可以幫你做去油 一個是可以幫你做補水 你這個上完之後呢 幫你油該去的地方 水該去的地方都幫你調理好了 底妝一整天就是非常穩的 會待在你的臉上 小黑跟小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說的 水粉餅 水粉餅超好用 是因為它 來最強的slogan 再來一次 比粉底液輕盈 比粉餅保濕 然後比氣墊還要持久 這聽起來就一定要買啊 這超厲害的耶 然後它是乳霜質地的 這樣子乳霜質地的 你看 超可愛 它超像奶油的 每天這樣摸它兩下也爽 然後你看 來抹上去 你看到抹上去還是這樣子都 來你輕輕的把它推開來 我的臉部可以被擋住 有沒有超漂亮 它直接跟皮膚就是融在一起了 有沒有超漂亮的 超級漂亮 好這個 然後剛剛有人問顏色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使用的顏色是N18的顏色 如果你皮膚跟我是差不多的女生的話 你可以用N18 對於一般女生來說 N18是比較偏正常的顏色 如果你想要再自然白皙一點點的話 那就是NC15的顏色 NC15的顏色 如果你真的跟白雪公主一樣白的話 我們當然是有NC10的顏色可以做選擇 如果你下單的時候 你可以 我們是可以幫他們用顏色的選擇 可以 那我就給你們三個顏色幫他們做選擇 可以 水分餅多少錢 水分餅單一顆是1600塊 所以等等 我會跟你們講它的組合 我們先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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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呢 裝錢兩個東西呢 我超常遇到客人跟我講說 啊那個我有啦 那個我有啦 沒關係 這兩個你可以自己自選 自選喔 來 我們的組合呢 欸 我直接拿這個給你看 這組呢 是 玫瑰乳的 所以它會有我們剛用的活力水噴霧 然後跟 那個 玫瑰乳 然後跟水分餅 這三個是一組的 這三個的組合呢 我跟你講 精湛隊你們超好 他們跟我周旋超久 有送你們 什麼東西呢 小白的組合裡面送的是我們的正貨口紅 正貨口紅喔 來 Mac最好什麼 就是口紅啊 正貨口紅 欸怎麼打不開 喔打開了 正貨口紅喔 一支正貨直接送給你喔 這個組合非常的划算 非常的划算 等一下看完直播記得去下單 因為這個只有五組 這個只有五組 因為我只能給他五組 真的很抱歉 這一組 三千三 對 非常便宜 三千三有四樣東西喔 有四樣東西 它有 玫瑰水噴霧 然後跟水分餅 然後還有小白 然後跟正貨口紅一支 非常便宜 只有五組三千三 等一下趕快去搶 等一下我把色號放上去 記得去搶 真的很划算 然後再來呢 另外一組 小黑的組合 小黑的組合 一樣就是妝前的水噴霧 然後小黑 這個 妝前透亮持妝乳 可以幫你做有水平衡的 這個如果你是混合肌的女生 一定要用它 它非常好用 持妝度是一百分的 然後跟水分餅 然後這個送什麼呢 我跟你講 很容易出油的女生 因為我們現在戴了口罩 你的眉毛就很容易掉 大家一定都會畫眉毛 眉毛很容易掉之外呢 眉毛很容易沒有型 它裡面送的是我們的眉毛雨衣 這個的話它是有顏色 它一是可以幫你做藍眉膏 然後二次看也幫你做塑形定型 然後現在女生其實很流行的是野生眉 野生眉是怎樣 來我刷給你們看 野生眉的話呢 因為我剛剛的眉書呢 忘記帶上來 我用這個直接刷給你們看 這個眉毛雨腳一點點喔 然後它是螺旋刷 來你們看一下 什麼叫做野生眉 一根一根 根根分明的效果 輕輕一點點刷在你的眉毛上面 你有看到嗎 眉毛變一根一根的了 它可以幫你做眉毛的增長之外 然後它是有顏色的 它可以幫你做定型防水 然後你的皮膚如果是比較容易出油的 它可以幫你做你的眉毛的持久度 眉毛就變成一根一根的了 你看 因為我自己眉毛白就比較濃 所以它這樣梳完之後它變成一根 你看很漂亮的毛流感 這個呢 小黑呢 通常我們會買的女生都是比較屬於就是混合性 T字容易出油 你的眉毛就在你T字上面 所以容易出油的話 用眉毛雨非常的適合你 所以它這個裡面呢就是 妝前的玻璃水噴霧 然後跟小黑 然後跟我們的水粉餅 然後再加上眉毛雨衣 這一組裡面喔 就會有這樣子的東西喔 所以兩組 眉毛很自然謝謝 我眉毛沒有畫喔 很漂亮 好 這兩組三千三 各三千三 然後各只有五組喔 各只有五組喔 小黑跟小白 這邊 好 來 等等會再跟你們說一次 那我跟你們說 我們現在畫好底妝了 女生其實就是最怕就是眼睛沒有省 因為像現在你看 全部的底妝都遮得剛剛好 就怕眼睛有一點點沒有省的效果 我跟你們講 其實女生最怕的眼睛沒有省啊 現在你又不想畫太複雜的眼妝 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鼻影不能少 女生最怕就是鼻子沒有鼻樑 所以我們一定要上鼻影 我剛把我傳出來 在這邊 來 我們先微微的上一點鼻影 這個是我們家Omega的鼻影色 它是帶灰色調的 亞洲人的鼻影啊 其實很多女生很常挑到偏紅色調的 偏比較紅色調的是適合放在我們的側修容 那比較灰色調是要放在我們鼻影這邊 你畫完才不會像唱歌仔戲一樣 畫的位置呢 從你的眉頭的地方 這樣子放上去 輕輕的用畫圈的方式 先把這個三角塊補起來 自然的 然後再往後面的你的眼窩的地方 輕輕的刷 有沒有 它凹下去了 你的鼻子的這個地方就凹下去了 你的眼睛的深邃度就跑出來了 非常的漂亮 這一塊就很明顯的跑出來了 然後再來就處理下面的地方 一樣輕輕輕的 用來回這樣子的方式 用來回這樣子的方式 在你的邊邊的地方 去把顏色暈開來 有沒有 有沒有 鎖進去了 很明顯的 你看 這邊 這邊 好漂亮 好漂亮 你看 女生的鼻子跟眼睛的輪廓就出來了 很簡單 有差吧 有差吧 然後我等一下來上眼影 我另外一邊先不要補 讓你們看差別 這樣子眼睛的深邃度就出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上打底色 一個顏色可以做深淺的顏色 我自己很喜歡 這個是一個顏色可以做深淺的 先把鏡子放去旁邊好了 一個顏色可以做深淺的顏色 我會先用比較扁的刷子 教你們的小技巧 比較扁的刷子 先均勻的沾完之後 來 照著睫毛的根部 這邊 把顏色壓上去 要這樣子立起來喔 把顏色放上去 很簡單 你先不用管它漂不漂亮 你就先把顏色壓上去 眼睛張開也長這樣對不對 再用比較鬆的刷子 把上面的地方 我跟妳講女生很常到龜上問我們 就是說 你們眼影怎麼暈的 怎麼這麼自然 怎麼這麼漂亮 我跟妳講沒有技巧 先把顏色壓上去 你一定要大膽的先把顏色壓上去 然後再把它邊緣 往上暈 最高的地方 可以到你的眼窩的位置 有沒有 它很自然的 有一個漸層的顏色 你們看得到嗎 應該看得到吧 很水 然後這樣 有沒有 很漂亮 會自然漸層色 就會出來了 眼睛張開來 它就會自然的有深淺了 非常的漂亮 你看 有顏色 沒有顏色 很漂亮 然後如果你的眼睛是比較眉神的女生啊 在眼尾的地方 加深一點點 先把顏色放上去 加深一點點 輕輕的 再往上帶 這個顏色今年很紅喔 應該是說去年就很紅了 我等一下給你看一下它的本體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顏色 好 尾巴上完之後 刷子輕輕的在 後面的三角區的地方 掃一下 男生其實也可以用這個顏色喔 因為它這個顏色很自然 是不是很漂亮 跟你講 國際男團都在用的顏色 跟你們說 這個顏色為什麼 我會說它很特別 有看到嗎 它是卡其色的 卡其色不是會只出現在 男生的褲子 或者是工作褲上嗎 今年超流行卡其色 卡其色當打底色 它可以一個顏色幫你做漸層 你就不用再想說 我今天到底要怎麼搭 眼睛總拋眼 或者是眉神的女生 用這種顏色直接去幫你的眼睛做一個輪廓色 你的眼睛口罩戴著 我跟你講 我就是屬於那種口罩戴著 長得很好看的人啊 那有沒有你看 我的眼睛會說話 有沒有超漂亮 一個顏色可以幫你直接做漸層 只要你們的小撇步就是 鼻影要上 一個顏色可以做漸層的顏色也要上 那今天推薦你們這個顏色 卡其色的 是從去年到流行一直到今年 我跟你講 女生現在很常都是畫什麼橘色 淡粉色 我跟你講 那個顏色你戴著口罩如果只畫那個啊 其實很多男生都會說 欸 是北濟貝嗎 你知道北濟貝是什麼嗎 在壽司上面那個 所以今年 漂亮的女生呢 記得 要用卡其色的喔 卡其色的喔 男生就看得懂 他如果說他看不懂就說 你的Dickies的褲子不是就卡其色的嗎 我就畫你褲子的顏色啊 很簡單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眼睛完之後呢 再跟大家 孜孜不倦的告訴你們 兩個組合 兩個組合 這個是小白組的 有玻璃水噴霧 然後跟超顯白防護式底乳 還有底妝 他3300會直接組合 裡面還有多一支口紅喔 1234 四個東西3300 一個東西加起來不到1000塊 喔對 除以下一個東西不到1000塊喔 光水粉餅一個就要1600了 這四個東西加起來不到1000塊 除以一個東西不到1000塊 這個只有五組 所以等一下記得趕快下單喔 記得趕快下單 小黑組的呢 有妝前透亮時裝路 小黑 然後跟活力水噴霧 還有底妝 這一組的裡面還會再一個 有一個那個眉毛雨衣 眉毛雨衣的話 可以幫你做根根分明的野生眉之外 可以幫你做防水 然後讓你的油脂不會讓你的眉毛不見 然後可以讓你做野生眉的效果 然後他有那個 顏色的幫你做染眉 讓你的眉毛的顏色可以再更自然更漂亮的效果 這組後來是三天三也只有五組喔 所以等一下趕快去牆 然後現在進來的朋友或還在的朋友還沒有打 hashtag 宅家耍美心策略的朋友趕快打 因為我們過幾天呢會抽一個 對過幾天會抽一個這個 會抽一名美妝彈組 我跟你講 Mac的美妝彈真的超好用 我怕你們不知道美妝彈怎麼用 美妝彈呢 這個呢 你去那個水用頭下面把它加水 它就會變膨變大之外 把水分凝乾 我會準備紙巾再把它壓一壓 它就變膨膨鬆鬆軟軟的 然後呢 開始點點點拍拍拍 你就可以上底妝了 這個有三個面 三個面 然後還有一個斜切面 然後跟下面 這樣 喔不止欸 它有四個面 四個面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 你看 很服貼 腻起來 一兩側 嘴巴 喔好好用 這個喔 抽一組喔 宅家耍美心策略喔 這一組喔 有兩顆 可以用很久 所以大家趕快喔 我們會抽直播喔 那等一下下 再跟你們複習 不是 再跟你們講一次 會有三個顏色可以選 NC15 N18 我用的是N18的顏色 你們自己看一下 以我做標準 想要再亮一點就是NC15 再亮很多點的呢 想要當白雪公主呢 就是NC10的顏色喔 N18 NC15 跟NC10 自己就選擇喔 那我就 OK 好 那我就離開囉 下次想要看到我的話 記得要熱烈的留言 我下次再出現 掰掰 按完成了 對